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勾针压住线 拉过来 然后把两个线圈拉线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把第一个短针针眼做好标记 大家看一下针眼是一个V字形的这样一个形状 我们继续勾短针 穿针 勾针压住线拉过来 然后呢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一圈我们总共是勾六个短针 对应六个针眼 短针呢我们是用字幕forx来表示 第一圈就是勾6x 大家看一下 这是六个短针对应六个针眼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小线尾用力拉紧 第一圈就完成了 我们用的是螺旋勾的一个针法 所以每一圈勾好之后呢 不用进行引发连接 我们直接开始勾新的一圈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二圈 第二圈呢我们需要勾六个短针的夹针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我们再做标记的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横着穿过这两根线 线位横在一侧 先勾上一个短针 做好标记 每一圈的第一针呢我们都需要做好标记 接下来呢我们还从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勾上一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一个加针 一个加针等于两个短针出自于同一个针眼 接下来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第二个加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把后面四个加针全部勾好 一个加针等于两个短针出自于同一个针眼 短针加针呢我们是用字母forv来表示 第二圈就是勾6v 那么第二圈勾好之后呢我们就会变成12个短针对应12个针眼 大家看一下第二圈正式完成 我们继续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我们是按照一个短针一个加针的方式 重复勾6次 我们来勾一下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隔开一针加一针 首先呢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做好标记 接下来呢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勾上一个v 大家看一下一个短针一个加针这就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需要勾6次 我们继续勾第二次 第三针里面勾一针 第四针里面勾上两针 第二次就完成了 按这个方法把后面4次全部勾好 那么我们这个第三圈勾好之后呢 就会变成18针对应18个针眼 好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第三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四圈 第四圈呢首先我们勾上一个短针一个加针 中间部分呢是隔开两针加一针 重复的勾5次 最终呢再剩下一个针眼再单独勾上一个短针就可以了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我们再做标记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做好标记 接下来呢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勾上一个V 好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勾好了 中间是隔开两针加一针 重复的勾5次 我们来勾一下 隔开两针加一次针 首先呢我们在这个第三针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第四针里面穿针勾上一个短针 第五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 这就是隔开两针加一次针 最开始呢我们是勾了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对不对 中间部分呢是隔开两针加一次针 第二次隔开两针加一次针 第二次就完成了 我们把后面三次全部勾好 隔开两针加一次针 第四次隔开两针加一次针 第五次隔开两针加一次针 好了勾好这五次之后呢最终还剩下一个单独的针牙 再单独勾上一个短针 好了我们这个第四针就完成了 就变成了24针对应24个针牙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五圈 第五圈我们是按照三个短针一个加针的方式重复勾六次 第一针里面勾上一针 做好标记 第二针里面勾上一针 第三针里面勾上一针 然后第四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 大家看一下 三个短针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需要勾六次 第二次隔开三针 然后呢勾上一个加针 第二次就完成了 按这个方法把后面四次全部勾好 那么节目们一边勾 一边学着看这个勾针的编织图解 这样的话呢 后期我们就可以看出图解 独自勾边一小部分 非常简单 短针呢是用SIM for x 来表示 加针呢用SIM for v 来表示 小括号里面呢代表是一个组合 后面的数字呢代表重复的勾几次 最后一针呢我们肯定是一个加针 好大家看一下第五圈正式完成 变成了三十针对应三十个针样 我们继续勾第六圈 第六圈最开始呢我们先勾上两个单独的短针 然后呢勾上一个加针 中间部分呢是隔开四针加一次针 重复的勾五次 最后呢再单独勾上两个短针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我们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第二针里面勾上一个短针 把第一针做好标记 然后第三针里面我们勾上一个加针 勾上一个V 好了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勾好了 中间是隔开四针加一次针 先隔开四个短针 占据四个针眼 然后呢勾上一个加针勾上一个V 第一次就完成了 我们再把后面四个短针 我们再把后面四次全部勾好 第二次 隔开四针 一个加针 第三次 一个加针 第四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五次 好了勾好这五次之后呢最终还剩下两个单独的针眼 大家看一下 再把这两个针眼再单独勾上两个短针 这两个短针加上最开始的两个短针 凑在一起呢也是四个短针 我们这样做呢是为了把这个夹针的位置给它交错开 勾好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圆形 而不是一个六边形 好了接下来姐妹们跟着我呢看到图解部分 把后面的第七圈到第十一圈全部勾好 我把图解来到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我们跟着图解部分呢一直勾到了第十一圈 变成了六十六针 那么接下来的第十二圈到第二十二圈呢 我们就是不加针不减针 勾着六十六个短针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在每一个针眼里面对应勾出来一针就可以了 不用加针不用减针就这样转圈去勾 没有什么难点 不用再加针了 每一个针眼里面对应勾出一针一直勾到第二十二圈 第一针一定要做好标记 大家跟着我呢一直勾到第二十二圈 好大家看一下我们跟着图解呢一直勾到了第二十二圈 那么勾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二十三圈 我们需要进行减针了 第二十三圈我们是按照九个短针一个减针的方式重复勾六次 我们来勾一下隔开九针减一次针 首先勾上九个短针 第一针勾好之后做好标记 第二针 第三针 这九针呢占据九个针眼 好大家看一下勾好这九个短针了 接下来我们勾上一个减针 大家注意看一下减针的勾法 我们需要把第十针和第十一针两针减为一针 首先呢我们挑起第十个短针针眼的前半针这个单层线圈 再挑起第十一针的前半针 然后勾针勾住线 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拉过来 然后呢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短针的减针 九个短针一个减针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需要勾六次 我们继续勾第二次 九个短针 好了勾好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点减针 大家注意看一下 首先挑起一个前半针 然后呢再挑起一个前半针 勾针勾住线拉过来 然后呢再并针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短针的减针 我们用字母forA来表示 以后呢我们再看到字母forA就是把两针减为一针 好了接下来简约有跟着我呢 把这个第23圈给它勾好 勾好之后呢我们再看到图结部分 把后面第24圈到第40圈全部勾好 都是一个简针的过程 我把图结来到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结来勾一下 做这一步